一组,再来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 加针,两组 继续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 加针,三组 这样呢,这边的这个弧度部分呢,就工好了 我们呢,和这边相对称 在接下来这两个辫子里面呢 每一个辫子里面都勾一个短针 好,勾完之后 如果大家勾的是正确的话 我们呢,还剩一二三,三个辫子没有勾 在这三个辫子里面呢,我们勾一组 隔二加一,大家来看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在做记号 在做记号 这个辫子里面呢,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绕过这个线圈 同时呢,把会形成的这个辫子 抽紧 抽紧 好 这样呢 一,二,三,四 第四圈我们勾好了 现在呢,来勾第五圈 这个小鸡脸呢 我们呢,有五圈组成 第五圈呢,仍然勾短针 所以首先呢,立一个辫子 起立针 第五圈,它的规律呢 是隔三加一 我们呢,先勾 也就是,第一个辫子里面 一个短针 第二个,一个短针 第三个辫子,一个短针 第四个辫子,两个短针 按这样的规律 我们勾两组 大家来看 一 勾了一个 然后在这里面 做一个记号 二 三 然后再勾一个 加针 短针的加针 这样就勾了一组 我们来勾第二组 先勾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呢,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勾一个 短针的加针 就是在这一个辫子里面 勾两个短针 勾完这两组之后呢 我们呢,又到了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短针 勾两个 好,这个勾完之后呢 跟之前的规律一样 我们又到了这边 弧度部分 和最先的规律是一样的 仍然是隔三加一的规律 我们勾三组 大家来勾 大家来勾 二 三 然后加一针 再继续 再继续 一 二 三 加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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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一 大家如果觉得我勾得快的话 可以呢 暂停一下 因为都是一样的勾法 三 加一针 加一针 三组 勾完之后呢 我们又到了中间部分 那和这边对称呢 我们也是要勾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个 两个 好 如果大家勾得是正确的话 那最后呢 我们应该是剩 一 二 三 四 四个辫子 也就是我们要在这四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组的 隔三 加一 咱们来勾 一 二 三 还剩一针 刚好在这一针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的 加针 勾完之后呢 把这个线圈呢 拉大 剪断 剪断之后呢 大家来看 这个呢 我们这样来抽 看到这个小线头 这个线头 它是可以活动的这个线头 我们把它抽出来 这样抽出来 穿在大头针上 我们呢 进行缝合 那这样呢 缝呢 缝出来呢 它不会有一个小结 是比较好看的 这个做记号扣这个地方 从后面 挑起这一个辫子 缝一下 然后呢 再从这个辫子里面 穿出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接头部分 大家看 是非常平整的 基本上呢 没有痕迹 我们这样缝了之后呢 在后面找 把这个线呢 给藏起来 这样呢 藏几次呢 就好了 保证这个线呢 它不会掉出来 就行了 藏了几次之后呢 断线 留边断线 那这个呢 是我们最先的时候呢 留的线头 咱们在勾的时候 我已经让大家藏起来了 所以现在呢 就不用藏了 如果大家呢 还是担心 它会 断线 不是 它会脱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照 刚才一样的方法 这个我已经藏过了 所以 剩的就短了 还是这样 就 随便找个地方 我就给大家 稍微演示一下 因为我这个 是不会断线了 我们勾的时候 藏 哎呦 我这个 太紧了 当时勾的时候 就这样 藏一下就行了 大家勾出来 应该也是紧的 这个没关系 藏一下 好 这样呢 这个脸部呢 我们呢 就勾完了 现在呢 我们来学习 这个机关的勾法 这个机关呢 左脚跟右脚呢 我们在勾的时候 一个呢 一个呢 可以勾在这个地方 一个呢 可以勾在 偏这个地方 就是让它呢 区分一下 左右脚 大家呢 根据自己的喜好呢 调整 我感觉呢 是我们在 勾的时候呢 就是勾这个 确定这个机关的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让它靠近 扣子的这个地方 这个方向 这样呢 会好看一些 就比方说 看这个鞋子 这个机关呢 我们就靠近 右边 这个部分 那这个呢 机关呢 我们靠近 左边 这个部分 那具体 勾在哪呢 大概呢 我们拿个大头针 咱这样比一下 这个椭圆形 椭圆形的 这两个弧度 这里 大概是这个地方 机关呢 是占三个辫子 一 二 三 那这边 我们勾的时候呢 大致呢 就是占这三个辫子 那这边在勾的时候 一 二 三 可以占这三个辫子 当然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 那我呢 用 这种 绿线呢 给大家呢 做演示 因为我发现 红色的线呢 不是很清楚 确定好位置之后 勾针插入进去 把线呢 拉出来 留一段线头在后面 我们呢 我们呢 首先呢 起一个辫子针 立好这个辫子针之后呢 我们在 刚才插入了这个洞里面 在这一个洞里面 勾两个短针 勾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我们插入到这边之后 让这个绿线这个线头呢 放在勾针的上面 这样呢 边勾 可以边藏线 一个 两个 好 两个短针 接下来 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也勾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接下来这个辫子里 也勾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那这样勾出来之后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总共呢 是有六个辫子 下面呢 我们 立三个 辫子 起立针 一 二 三 立完这三个辫子 起立针之后呢 反过来 好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 接下来呢 要在这六个辫子里面 每一个辫子 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勾四个长针 那第一个辫子呢 在这儿 大家注意 不要跳过一个辫子了 我给大家指一下 我们立了这三个长针呢 咱们可以把它竖立起来 竖一下 竖着看 垂直 然后呢 这个呢 是第一个辫子 我们也可以数一下 就六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不要压掉一个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都勾四个长针 给大家演示 勾针绕线 从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勾针上面呢 三个线圈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 勾了一个长针了 继续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好 这样呢 我们在第一个辫子里面呢 就勾了四个长针 然后接下来 在第二个辫子里面 也勾四个长针 都是这样 一直把这六个辫子呢 给勾完 对了 要给大家提醒一点 我们不是在一个辫子里面 勾了四个长针吗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要 就是这四个长针呢 它占的面积太大了 别把下一个辫子给盖过了 我们要数一下 还剩一 二 三 四 五 还剩五个辫子 这就是对的 别跳过一个辫子 再给大家演示一个 在这个里面 仍然是勾四个长针 二 三 四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四个辫子 一二三四 还有四个辫子 我们呢 就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都勾四个长针 把这个机关部分呢 给勾好 我们在一个辫子里面呢 勾四个长针 把这个机关部分呢 给勾好 勾好之后呢 把这个线圈拉大 剪断 然后我们把这根线 从这个圈里面 拉出来 抽紧 抽紧 我们用大头针 把这个线头呢 给藏一下 藏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这个是正面 那我们藏的时候呢 把这个线呢 藏在反面 这个藏其实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因为是同色系的线 所以我们只要呢 在背面呢 随便找几个地方 把这个线呢 穿进去 保证清洗的时候呢 它不至于脱线 就OK了 然后这个 这个线呢 我们最先开始 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是边勾边藏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就不用再藏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呢 稍微抽紧一下 这个抽紧一下 有个什么效果呢 让这个机关 聚拢 会更好看一些 断线 当然这种鞋子呢 我们一定要是手洗的 是绝对不能漆洗的 宝宝的东西嘛 然后呢 这个机关呢 我们可以整理一下 当然我这个 看着太怪了 像个白菜一样 这个 这个 是机关 现在呢 我们来勾这个 小爪子 这个爪子呢 我们也是 首先呢 要找位置 这个位置呢 其实也是比较随意的 我们在找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 比一下 大概 大家应该能看到 鸡脸部分 第一圈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就 有点类似 操场的跑道 然后我们找到 第一圈 第一圈的边缘 往下面 在这儿 我们可以 是第一个鸡脚 咱们呢 也可以在这儿呢 做一个记号 当然这个呢 具体的位置呢 大家都可以根据 勾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调整 我是呢 给大家说一下 大概的位置 然后这边 现在我们开始来 勾这个鸡脚 勾这边吧 给大家呢 演示一个 让这个 小鸡的头部 鸡关 朝下 我们勾这边 勾针呢 插入进去 立一个 辫子针 然后呢 勾针 从刚才 立辫子针的 这个辫子里 插入进去 勾一个 短针 在 接下来 这个辫子里 插入进去 我们 在勾的时候呢 仍然是 让后面 这个线头呢 放在 勾针的上方 这样边勾 边藏线 勾一个短针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勾了 两个短针 好 现在呢 立一个 辫子起立针 反过来 反过来呢 我们现在呢 要把 勾的 这两个短针 并为 一针 也就是我们 要勾一个 短针的并针 大家来看 这两个辫子 一个 我给大家 指一下吧 其实大家 勾到这里面 应该是 比较熟悉了 一个 两个 就是刚才 我们勾了 两个短针 这是那两个短针 形成的 这两个辫子 这个是起立针 现在勾一个 短针的并针 大家来看 从 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 有两个线圈 再从下一个 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勾针上面呢 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 一次性穿过着 三个线圈 好 这样呢 这个 鸡爪呢 就勾好了 我们 断线 然后把 小线头 从这个 线圈里面呢 穿进去 拉一下 抽紧 让它尽量呢 抽的时候呢 让它有一个 小尖尖的 这样一个 效果 这样更漂亮 这个线头呢 我们不用藏 剪一下 留一个小尾巴 在后面 一点点 这样 这个小鸡脚呢 就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来勾 这边 和这个呢 是一模一样的 勾法 做记号扣呢 就是找准 它的大致位置 〈好 〈好 〈好